歡迎收看 《九四IK歌之星光大道總決賽》 第一位我們的參賽者 就是超級可愛的優卡林佑佳 我愛的人 不是我的愛人 她心裡每一寸 都屬於你一個人 大家好 我是優卡林佑佳 不要浪費一個女人的一生 一個妳愛她就娶她 謝謝 什麼意思啊 好吧 看來我們的優卡呢 信心十足 但是我們的第二位選手 也是不遑多讓的喔 歡迎我們的第二位參賽者 是帥氣必然還有舞技高超的 周定偉 歡迎 想看我跳舞嗎 不要心急 就是現在 我們的舞技高超的 來鼓 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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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遗忘最坚实 脱衣内处的贴心 你是魔鬼的骗子 随心魔法神 追寻着我的认真 我和你都渴望做个好人 看下爱草天的嘴 只该淡然的完美 眼前点彻底击碎 这场梦 Let me set you free 出力点分 Let me set you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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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歡迎 哈囉阿Q 哈囉怡辰 恭喜 出了單曲 是 魔范聲 這一次最新的數位單曲叫做 魔范聲 沒錯 魔范聲大家聽到可能就以為是 乖寶寶 對 魔范聲 但我的磨是 魔力的磨 魔力的磨 來 我的板板 真的耶 有一點點私之邪惡的感覺 這個妝容可以介紹一下 好 這個妝容其實 我在MV裡面有三套造型 我今天是光之定尾的打扮 比較陽光的意思嗎 光之尾尾 還有一個暗之定尾 是紅色 紅色衣服的造型 對 那個就是暗之定尾 三種元素就對了 這個好帥耶 它的妝容比較不太一樣 是因為第一個是有帶角膜變色片 真的耶 因為我之前都從來沒有戴過角膜變色片 再來是眉毛的地方 有做了替眉的一個畫面 對,有發現 大家看到的這個封面罩 是第三套造型 它其實就是... 光暗合體之後的模範定尾 模範定尾 聽說這一次就是模範生的MV 光是舞蹈就跳了 超過五十遍以上 是自己的要求嗎 其實我在現場已經忘了 到底是五十次還是一百次 因為就是想說 不能耽誤到大家的時間 因為我們拍攝的場地 也是有時間限制 所以就是得 可是我真的不懂 就是一般的MV有舞蹈的動作 它都是從樓到尾跳的嘛 假設你真的是很... 怎麼講 你需要一盡到底的感覺的話 那就真的要成功跳到尾 但是你就是扣打不多 就跟之前在康熙那個 也是一盡到底 也是一盡到底 對 那個太帥了 那真的太帥了 謝謝 說到定尾 我們大家對你的印象 一定都是從星光大道開始 對 你那時候比賽有沒有 哪一首歌是對你來說印象很像 你真的已經有看過嗎 我真的看過 我跟你講 但是他媽媽跟他講的啦 我真的看過 你媽媽才是我的粉絲吧 沒有 我們大概比那個 有啦 真的有看過 對 我們大概比當時那個 十四歲比賽的那個 國小國中 差不多 國中差不多 對 那就好 對啊 你那時候印象深刻的歌是哪一首 當然就是我決賽的時候 決賽來 考一下 我知道啊 哪一首 你真的知道啊 你真的知道 你講一下看 幾個字 兩個字 陳奕迅 陳奕迅兩個字嗎 陳奕迅明明就三個字 不是 我想說兩個字 陳奕迅 我是說陳奕迅的歌 什麼意思 對 兩個字 OK 預感 他今天還跟我說 你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就有流行這個比愛心的 因為你有個動作 好像是這樣 那你兩個動作很像是那個 真的嗎 很像是一個愛心 我想說怎麼這麼前衛 對 我猜應該是大家的不小心 應該彈手吧 誤會 對 彈完手之後就 彈手 很像耶 前衛 瑋 對 可不可以滿足一下 就是 粉絲朋友 對 粉絲朋友 重現 好啊 重現一下當時的預感 沒錯 好開心喔 歡迎周定瑋帶來的 預感 謝謝 謝謝 我們來啦 再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种预感 爱就要离岸 所有回忆却慢慢随成片段 不能惊欢 爱总是孤独 我只想要你最后的答案 有一种预感 想挽回太难 对你还有个就要的期盼 我坐离难安 望远欲穿 我会永远守在灯火阑山的地方 好帅 太帅了 太帅了 爱心手 太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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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 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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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一模一样的欢迎吗 是没有一模一样 完全即兴 但你当时是有编了吗 当时我到底跳了什么 我也忘了 也忘了 对 对 是我童年的韦韦 谢谢 谢谢 讲出来了 光之韦韦 讲出来了 因为今天我们是那个 九四爱K歌 对 爱K一下歌是不是 对我们著名的就是我们在 KTV里面当摄影棚 讲到KTV 就是你有在KTV会唱谁的歌吗 我在KTV通常最爱唱的就是 R&B的歌曲 R&B 比如说以前就是 王力宏啊 陶哲啊 或是李久哲 你知道吗 李久哲 那种感觉 对 我很好奇 为什么R&B的歌手都 一定要摇一下 因为R&B 著名就是九彎十八轨嘛 对 通常你这样子 好像有点帮助的感觉 真的吗 对啊 到底真的有没有帮助啊 其实是有 我们就拿一个简单的东西来示范 比如说 阿Q 你不要动 你不要动 阿Q 不太懂 阿Q 要不要试试看 阿Q 比较有自信 不是 我有一个诀窍 就是说 真的吗 阿Q 怎么样 但是我有点好奇 你在KTV是哪一种类型的人 对 我通常去KTV的话呢 我是会很期待 我想要唱的歌 对 比如说我今天练了一首新歌 然后我就会很期待在KTV要唱它 真的假的 当我唱它的时候 我希望是我一个人 但有时候呢 有时候呢 好朋友就会说 这首歌我也会啊 一起啊 然后我就会说 好啊 好啊 然后就 就不得不一起唱 这个就是 就是俗称的麦霸耶 真的耶 对 我算是麦霸 算是 那我们就来安排一些情境 来让你对 小游戏 想办法抢我们的麦霸 来哦 挑战一下 好的 现在状况一呢就是周定伟刚来到KTV 就发现播了自己喜欢的歌 但是我们所有人都拿着麦克风不给他拿 并且叫周定伟去拿东西吃 到底周定伟会用什么方法来抢到麦霸呢 我们看下去 好 开始 二 五 六 七 二 你也找人 来来来来 这首的新歌 你先 好 你先 就靠近我怀里 来 拿东西吃 饮料 饮料在外面 快点 去拿 这首在那边 快点 好 快点 靠近我怀里 别加上不在意 饮料来了 牛肉麵 牛肉麵 没有 我跟你讲 牛肉麵我点了 我跟你讲 不是 这个水果很好吃 好 你先 我们先把这歌上 好 我跟你讲 我突然想到 钱会有个 女生好 这首你会不会上 女生要吃凤梨 你要不要吃一个凤梨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女生多吃凤梨 真的对身体好 而且身体脊椎不会痛什么 你知道你会唱吗 曾宜文 你会唱吗 你会唱吗 Q 我知道了 那个 你包包在响 你那个手机在响 你手机在响 来 我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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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帮你 就是 好听啊 宜宜 等一下 转我带你 我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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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宜宜 他喝醉了 没错 因为他失恋 我失恋了 对 这时候歌点到了 黄霄武老师的 没那么简单 相爱没那么简单 到底他要怎么样 抢到正在失恋 正在哭的 宜宜宜手上的麥 并且自己唱这首歌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 开始 好 不要哭 我来帮你点黄霄武老师的 没那么简单 哥来了 快点 没那么简单 好 相爱 没有那么简单 不要难过 不要难过 伯母 你怎么来了 伯母 你这个不稀罕 伯母 你怎么是爱我的 伯母 我就知道你最爱我了 伯母 你 不要走 你再也不要走了 伯母 不要 伯母 你听我说 你安慰他人就安慰好啊 伯母 你冷静 将来没有那么简单 伯母 你冷静 伯母 这样的人有他的脾气 什么都不懂的你 既然今天因为 定伟刚才有说 你很喜欢唱R&B 你们粉丝朋友 你们有没有想要听哪一首呢 哪一首 R&B歌手的歌 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 你确定 你认识这首歌吗 我知道蔡昌倩唱的 不是啦 他会讲 那你唱普通朋友会 会讲吗 可以 等一下可以 等一下可以看到这种表演吗 会 可以 好 马上带来周定维的 普通朋友